大家好 日蓮去Angela游不思夢 日劇編Lucky7 今天回到日劇 首先感謝JAPANDARI.TW 先分享 今集說明星探主柱 怎樣呢 什麼明星探主柱 還有什麼來的 首先很感謝這個Vlog 總結一下日劇 上季日劇 現在已經中入2021年的下季日劇 上季日劇有什麼那麼精彩呢 就是成裝戀愛有理由 最終都是Happy Ending 我認為這麼多劇中都人氣好爆 第二就是離婚活動 還有其他的話 我覺得 都可以的就是龍嬰兒 阿式刑事組 其實是第一刑事部的烏雅 這個也可以的 其實看看有些位置是悶的 其餘那些其實都很難看的 已經沒有看了 即是有隻成員那些 還有櫻枝塔 或者是 一個大豆田永久子 即是叢龍寺做的也好 有很多其實都 一般的 我放出來都 那些影片都知道 其實人氣哪一個是 亂愛的劇 會比其他劇 即是可能 一些要破案的劇 或者一些報仇的劇 你知道了 煙枝塔那些是報仇的劇 其實就 一般的 好了 今季的下季的劇 其實都沒有開始 即是慢慢慢慢開始 今天有一部劇 挺療癒的 我想介紹給大家 這個其實好像 可以說是夏季 對不起 是春季搭著夏季地出的 其實它是有多少集呢 我估計其實它不會很長的 因為它是很 療癒的劇 都十集不夠 這個叫做 主廚師明偵探 或者叫做明偵探主廚 最主要角色就是西島秀進 這個主打的角色做 大家看看 就是它 之前做過很多日劇 在日劇界 已經很多年了 原來它年輕的樣子都很帥 我想是二十幾三十年了 應該跟 總之是 有一定的粉絲 我不會說 那它呢 前面這些都不說 那 就是 最主要就是明偵探 它是一個 發覺料理主廚 叫做三周忍 這個名字 喜歡 利用個人的 觀察力 和動識力 去 觀察客人 的處境 那 試圖可以在 從中 可以解開 各種不可思議的神秘事件 那其實這些事件都 輕鬆的 OK的 不會真的 整天都說 殺人事件 那 就是 那 最後呢 有些 嚇人家很低潮 或者 很不開心 那 送一杯 暖的葡萄酒 那 在酒店裡聊天 真的有些很療癒 感覺 其實呢 看來 第一集 其實已經覺得它很像 很像哪裏呢 西迪娃三星羊酒屋 差不多 那它這裏呢 六集完 現在這裏呢 主廚就出了四集了 那會不會兩集之後又完呢 那 那 很療癒的 這裏呢 有些食物可以看一下 又 就是 不要說 它是否英俊 是否英俊 那 那 始終都上了一年多 那 都不年輕的了 不過呢 都 有些實力的 那 那 先說到這個法國料理餐廳 先 那就是主廚了 那 那 剛才這裏說過了 那 從中 第一集 就已經有 洞悉力去 去 觀察到 一些東西 那 而找到這個 服務生 高足智恆 在 崩田樂 飾演 就是 找到這個 啊 這個人不錯 他可以做我們 的服務生 那 他們留意到他些什麼呢 那 那 這個 呃 不是很 告訴大家 你們自己看了 總之呢 他最後呢 就會回 問回主廚 為什麼你覺得我是適合做這一份工作的呢 那 那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說 原來他之前 或者八年前 已經是 認得這個 他 一來始終 是 做偵探 那 那個 記憶力也要很好 一來要記憶力 二來 觀察力 動識力 等等 就是 還有 有時候聽到別人說的話 都會 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一兩句 那 那 而 那個 那個 史瑩珊 原來七年前 呢 他的 記憶力也很好 就是 知道他一次過記了 這記憶力很厲害 那 還有 第二集呢 就是 主要 這個題目 就是 題材 就是講愛情 那麼 主持大致上 都分兩條 一條呢 就是出版社 和散文家的 要談合作 而另一條呢 就是 即將走入婚姻的男女 在感情上發生了一些 磨擦 那兩條故事呢 都是 呃 魚該就出現的 料理相當的貼合 都養這個 三州主廚 再次 展現 異於常人的 動作力 那之外呢 餐廳 擔任的 時酒師 叫做 邱紀 那 是 石井恆 內飾演 都同樣含入了感情 的 危機 那 那 這個也是 想起一點點而已 也不是很危險的 真的 就是 最後不要 就是 一個小小故事 那 比較特別的呢 就是美職男主廚 第二集 利用了 人對於料理的回憶 來表現出人生不同階段的成長 也就是想 依靠放下往事的心情 顯然當一個人 突然間 懷念某 到料理的時候 更多的可能就是 會想起某個人的回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經歷 或者 有道菜 可以想起一些回憶出來 那第三集呢 就是 說這個 呃 說這間餐廳 法國餐廳 即將要連接 呃 三周年 那 店長呢 就想邀請 阿儀柱 阿儀柱 其實就是 旁邊這個 啦 她的神美 又 飾演的 叫做智川 智川 智川 她的 太太呢 叫麻美 也是 叫做鄉仲歌手 來的 那 就想來客串 來餐廳 舉辦表演 活動 唱歌 唱歌 表演 就是慶祝這個三周年 就是慶祝這個三周年 由於 呢 子川和麻美兩個人 時常意見都不合而產生了口角 包括在這次活動裡面 那 子川呢 都因為麻美擅自作主這件事 令到她 都很 和她有少少賭氣 暫時搬來了餐廳 不是 搬到餐廳的辦公室裡面住 即是有個暫時分居 那 另外一方面 餐廳也出現了一個神秘女子 她叫做家成玲家 啊 叫做 央美本山 剛剛 來到餐廳 整天都在這裡叫做馬菜乳湯 那 是她很特別 有執著 那 吃過一次又一次 幾次都叫這個湯 那 令到這個主廚呢 都覺得 有點惹 她是 什麼人呢 那 連服務生呢 都默默心裡覺得她叫做馬菜乳湯小姐 那 同時 那 那 嗯 嗯 就 啊 高祖和智川都拆過了三周 似乎這個 啊 馬菜乳湯小姐 也有用心 難道她們 是否 就是 喜歡對方 還是怎樣 就是主持戀愛了 就是她們 就 誤會一場 那 大家要看看 如何 這一個挺有趣的 這一個 一篇 其實 之後呢 我不說那麼多 你們自己看看吧 是很搞笑的 就是 我講出來就 沒有那麼好看啦 第四集 我現在都看了第四集 就是 原來三周主持有兩個朋友 突然來到店裡 一個呢 她是在法國回來的一間餐廳 工作的學徒 叫做男爺 謙介 那 然後呢 她呢 其實來的目的呢 就是想告訴她 說 在附近 你們這間餐廳 附近也開了一間新的餐廳 做老闆 那目前呢 就是 做主廚 兼做老闆 那 那 三周聽到 都很曉得 很開心 但是這個男爺 的出現其實是另有目的 那 是什麼呢 而另一個呢 叫做 羽田野靈子 也是 也是 都是 三周曾經在法國 一起 拜師學藝的同伴來的 這段時間呢 他們相隔得多年之後 會重逢 很開心啊 問她現在還要做點 嘛 羽田野 女士 她呢 就是很多間餐廳的老闆來的 而且呢 跟她來的有一個夥伴 叫做岸布彩香呢 就是她手下的甜品師傅來的 就是她的下屬 下屬 就是她的 她的餐廳 開了幾間餐廳 但是唯一有間餐廳呢 很有趣就是全女班 她的意思是要全部餐廳都是女的 一色女的 就給這個甜品師傅 幫忙 這樣 但是呢 就 主廚啦 就察覺了這個 岸布彩香 有些東西了 那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我也察覺到 很有趣的 那 對啦 那其實 最主要的演員 就是 有這個 西道修俊 就說她 去察覺一些 啊 就是透過一些細節 來 敲出不同的顧客的景欲 每樣都說是中的 那跟著就 做一杯熱的葡萄酒 做一杯熱的葡萄酒 給她喝 也都是頭幾集 那 另外這個 就叫做 料理 服務生 也都是第一集 本身是客人 那 有三周 就看穿了 她在牆上的遭遇 整個遭遇就是被人炒了 但是呢 就覺得她很適合在這裡做 為什麼呢 那 還有這個就是 調酒師 不是 是酒師 對不起 對於葡萄酒 也非常熱愛 也是金句 特別熱愛 就是很喜歡作金句 那 但是歌聲就善良 但是怕麻煩 但是後期呢 第四集呢 有說她原來她是同性戀的 那又如何呢 那這個就是 二廚 那就是說她太太 喜歡唱歌表演的 那 跟她太太 就 那一集就沒有什麼 就是有些火花 那 之後其實都 大家和好如初的 那 又跟她太太 就是 發生什麼事啊 那一集會 會較為會 說 即是說出她的性格 出來 那 她的性格和她太太又不同 那 那 大家要怎麼相處呢 那 這個很有趣的 那 至此呢 其實她和這個呢 和這三個呢 其實她們都會 比較會結束 那 那 另外呢 還有一個 特別一點的 有一個叫做 佐藤寬太 又由小倉大夫 和阿達飾演的 那 開頭呢 就 頭一兩集呢 都在這裡 在街上呢 踩滑板 但是 原來她就是 這間店的店長 來的老闆 那據聞呢 她都管理了 除了髮飾 還有中式和西式 等不同 種類 的餐廳 那 這一群呢 就是 團隊 就是 四人 就可以 在這個 餐廳 營運 四個人真的可以 就是兩個主 和 呃 就是 侍應 加上一條酒師 這樣 就已經可以營運 那 不知道是不是 那 那 那 就 嗯 就是 覺得很可愛 那 對 那 很療癒感的 這一套 覺得很值得去看 總之看完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好了 大家喜歡影片的 就 讚好和訂閱 謝謝 謝謝